大家好 我们养蟹爪篮 想让它提前开花 开花多 那么有三个触花方法 每一个方法都不能打半点折扣 第一个就是给它控光 它是属于一种短日照植物 每天只需要八个小时给它光浇就可以了 最好不要超过八个半小时 我们最好是在下午五点钟以后 给它全遮光 像这种这么小颗的蟹爪篮 直接用个纸箱一照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 9点到11点这段时间 我们再给它打开 给它在白天有足够八个小时的光照就可以了 而且是闪射光充足的环境下 大家一定要坚持这个动作 到它花芽分化为止 第1个就是给它补肥 因为蟹爪篮开花这段时间需要大量的零严肃 只要零严肃充足了 那么它花芽分化才多 花芽分化才够饱满 所以我们给它使用零严肃充甲 也不能打一点点折扣 一定要按时按量给它 用上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 最好是4天给它喷湿一次这个叶片 那么第3个就是给它控水 我们给蟹爪篮控水的话 方法简单 就是等到这个土壤完全干透了 再给它浇水 同时对上零严肃充甲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结合控水 给它浇灌土壤 所以我们想要自己的蟹爪篮 提前开花 开花多 这三个方面 一定不能打折扣 好了 这就是能让蟹爪篮 提前开花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识养专相 我们下期再见 请按赛 给我们下期再见